就在美国国会冲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民主党与左派媒体 趁机将美国总统川普描绘成 煽动暴力的元凶 但事实上川普在当天的集会演讲上 并没有发出任何煽动民众采取暴力的言辞 也有不少议员和律师还有民众质疑 集会中有假扮成川普支持者的有心人士在煽动 而根据拉斯穆森报告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1月6号民众在华府集会之后 川普的支持率已经从圣诞节前的45% 上升到目前的51%